祈楼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 今天是4月6号 愿神的爱如同早晨的甘露一样 可以滋润我们 让我们成为有爱的人 从这个礼拜开始 我们进入旧约的出埃及记 让我们一起来思想上帝的作为 今天的经文在《出埃及记》一章15到22节 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经文 有希伯来的两个收生婆 一名斯弗拉,一名普阿 埃及王对他们说 你们为希伯来妇人收生 看他们临盆的时候 若是男孩就把他杀了 若是女孩就存留他的性命 但收生婆敬畏神 不在埃及王的吩咐行 敬存留男孩的性命 埃及王召了收生婆来说 你们为什么做这事 存留男孩的性命呢 收生婆对法老说 因为希伯来妇人与埃及妇人不同 希伯来的妇人本是健壮的 收生婆还没有到 他们已经生产了 神后代收生婆 以色列人多起来 极其强盛 收生婆因为敬畏神 神便叫他们成立家世 法老吩咐他的众名说 以色人所生的男孩 你们都要丢到河里 一切的女孩 你们要存留他的性命 我们经文就读到这里 当约瑟成为埃及的宰相以后 使得埃及成为当时最富强的国家 约瑟的家族在埃及最肥沃的戈山地 居住了四百多年以后 发展成为一个两百万人的庞大民族 当时法老就觉得 这些的以色列人 已经威胁到了埃及人的身家性命 所以要想办法来管制这些以色列人 昨天的经文提到 埃及人就让以色列人做苦工 但是他们的人口 没有因为做苦工而消减 反而越来越多 埃及人真的觉得这样下去 真的不行 于是竟想一个办法 就是限制以色列人的后代 这边讲到说 有希伯拉两个收生婆 一名斯佛拉 一名普阿 埃及王对他们说 你们为希伯拉夫人收生 看他们临盆的时候 若是男孩就把他杀了 若是女孩就留他存活 但是收生婆 敬畏神不照埃及王的吩咐行 敬存留那男孩的性命 这里有提到两个收生婆的名字 一个叫做施弗拉 一个叫做普阿 这两个收生婆不但敬畏上帝 他们也是充满爱心 智慧和勇气的 原来法拉王命令是 只要是男孩就杀了 但这两个收生婆 没有什么力量可以抵挡王的命令 但是他们却可以使用他们自己的机能 不但为以色列人存留男孩 也拯救以色列人的百姓 在几千人的医疗 各方面都很缺乏 生产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 母亲跟婴孩的性命 都随时有可能发生意外 作为一个收生婆 我们今天叫做助产士 他们的责任原来是 尽所能的去挽救孕妇及婴孩的生命 但是法拉王却给他们一个残酷而可怕的命令 就是去杀男婴 我相信他们心中一定非常的两难挣扎 一方面不照法拉王的命令形式 恐怕性命不保 若是照法拉王的命令来做的话 就是谋杀自己的同胞 到底该怎么办呢 这两个勇敢的收生婆 做了一个决定 他们不照埃及王的吩咐来行 存留男孩的性命 这个背后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因为他们敬畏上帝 因为他们敬畏上帝胜过害怕法拉王 上帝也因着他们的勇敢冒着危险 只有那些以色列的男婴 敬畏顺服上帝 因此上帝就后代他们 在21节说 因为收生婆敬畏神 神便叫他们成立家世 上帝他们成家立世 蒙受祝福 施婆拉跟婆阿的见证 不论在灵性上跟做法上 都成为我们的榜样 今天我们也同样面对世俗的败坏 跟邪恶强权的势力 我们是否也能向这两位收生婆 因着敬畏神的勇气与智慧 来面对世代的挑战呢 选择敬畏上帝 不怕逼迫 来做和神心意的事情呢 马太福音第10章16节 耶稣告诉我们说 我猜你们去如同羊进入狼群 所以你们要灵巧像蛇 寻两像鸽子 求神让我们有这样的智慧和勇气 来面对现今的挑战 阿们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 谢谢你 借着以色列人的历史 让我们明白 这个世界充满了罪恶和诡诈 求你给我们智慧与勇气 我们来面对这个世界当中的许多的挑战 当我们看着这两个收生婆 因着敬畏你 而不向强权屈服 冒着生命的危险 拯救以色列百姓 并且有智慧的鼓励百姓 你就赐福给他们 我们更深地相信你 与我们同在 我们便得着安慰与力量 在这个邪恶的世代当中 因为敬畏你 能坦然无惧地为你而活 谢谢主 我们这样祷告 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我都 经历神的丰盛跟恩典 以经历神的同在 祝福你有一个充满恩典的一天 我们下次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